大家好 欢迎继续观看利用SaaS编写高智量CSS 好我们来接着上节课的一个内容来接着 好这节课呢我们主要是对这个内容页的一些实现 这里面呢设计的一个通用的一个布局 这里面呢就是说 怎么呢 在我们这个SaaS官网里面 它有些页面的比如这个LabSaaS和这个LearnSaaS 这里面呢有一些部分是相同的 那这时候的话我们就可以把这一部分 做成一个公共的一些东西把它提取出来 这样子的话能够减少我们这样一个重复代码 这个呢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是避免多层嵌套 什么是多层嵌套呢 就是说当我们在 在这个继承的时候 在我们在这个嵌套的时候 一层一层的往下走的时候 在SaaS代码里面我们看起来的话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呢生成这个CSS相对来说就是比较复杂的 比如说它可能会有多层选择器 多层四五层这样的一个选择器来 生成一个样式 这样子的话是不利于浏览区渲染的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现在怎么做呢 我们可以利用antirot这种方式来跳出我们的这样一个嵌套 那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层数呢就从零开始重新计算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能够减少我们这样一个嵌套 这个呢我们一般的嵌套层数呢是最好是不要大于三层的 好我们还是以更多的一个实力来为大家展示这些最基本的一些用法 好看一下 好先打开我们这个项目 这样呢我在之前做了一个改进 就是说什么呢 先把它启动吧 OK先启动项目 这个呢就是我们以前做的东西 最后有一个变化是什么呢 我们注意看一下这个字体呢和上级卡的最后的一个内容呢是有变化的 为什么呢 因爲我们看了下它这边的话它的官网里面的话它使用的字体呢是比较特殊的 是我们所谓的那个看一下啊看一下字体 注意看它的字体呢是这个sourcesuspro 这样的字体呢我们本机是没有的那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就要使用到我们css3的这样一个fontface这样一个自定义字体 这时候呢我已经把字体已经处理好了它呢是放在哪里呢放在base下面有一个font这样一个文件 比如这儿 比如这儿 fontface sourcecode piao sourcesensepiao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一些定义的一个fontface 定义好之后的话我们就可以直接来使用这样一些字体 这样的话也能避免就算我们本地没有的话它也是成立的 好这个呢是字体 当然我们的这个闷这个地方也已经引入了字体 好这个呢是一个变化 字体相关的一个变化 好我们来接着 除了字体的话我们这一刻就实现的是什么呢 这个页面 既然是页面那么我们作为一个纯净它的一个演示来说的话 我们这里面肯定会需要很多的一个HTML文件 在这呢我已经大家准备好了比如什么 IndexInstall LabSaaS 和Guide和这个Community OK 我们看一下比如说NowSaaS是这一部分 当然不是全部因为全部的话是比较多的内容 这呢我们就接触了最前面的一部分 也就是比较典型的这一部分 比如这个同样的 还有LibSaaS 最基本的这个HTML文件呢我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呢 就是来填充这些样式 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页面 第一个页面对于第一个页面的话 我们看有哪些内容呢 好主要是这个图标和这一段小文字 这个呢就是我们第一个页面的一个Body内容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怎么做呢 好同样的我们也要在这里来新建 比如说我们这个Pages 新建什么呢 新建我们的这样一个Page 这什么叫Index 这里呢我们使用它和这个HTML 从名的这种方式呢来表示 它是这个当前页面的 这里呢有一个地方需要注意就是说什么呢 就是这个Page里面的这个内容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通过这个 把这样它合并的这个MEN.SaaS里面去 同时呢也可以独立的放在这个 这个IndexHTML里面去 为什么呢 因为这种页面的这样一个样式的话 它不具有很大的一个公用性 很多时候它每个页面的样式呢 是并不是那么共用的 当然这让我们采用 合在这个MEN.SaaS里面去的这种方式 所以说我们要先引入 好Pages 当然 Important OK 这样的话就引入了 注意看 注意看我是在这样每一个 我为了区分的话 是不是在这两个里面的每一个里面都写了一个什么呢 在这儿 注意的是根目录 好看一下 每个的玻璃后面都有一个叫和这个页面相同的一个样式 所以呢我们就以它来作为一个根结点 来避免对其他样式的一个其他页面的一个污染 好 这个呢是第一步 我们再来看 它里面呢包含哪些内容 包含几个内容呢 我们从这边可以看出它包含左右 两个部分 那这两个部分的话我们就需要把这两个部分统一起来 看一下 一个呢是 Hero Image 第二个呢是什么呢 Introduction OK 我们 再多看一点点 比如这边 我们看一下 是不是也有要 Introduction 这样一个东西 我们再来看其他 是不是有 也是不是会有这样一个内容 好 从这个的大概的样式 我们其实也看得出来 它这个呢是 比较雷同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一块的内容 是不是可以提取出来呢 这个比较卡啊 那我们这块的内容 是不是可以提取出来呢 很明显是可行的 先刷着 好 所以呢我们这个Introduction 就需要做一个提取 好 我们就先来写好这个内容 这里面呢有一个叫什么 Hero Image 我们从这样一个 样式上来看很明显能够看出它们是 进行什么呢 一个均分的 均分的话我们就要来 给它定一个宽度 这个宽度的话我们就肯定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的 Wides Span 这个Susate Susate 的这样一个 宽度定义 方式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首先 它可能 这个要重新排一次 OK 这样子的话它首先是可能会 进行一个横排 接着呢 我们这还需要做什么事情呢 设置它的这样一个 align 左对旗 另外的话我们要模仿它的样式的话 我们看它的横排有哪些内容 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 方式 看这个 Hero Oh Display 它这个Display里面是比较特殊的一个东西 这样呢 我们也要跟它跟上去 所以呢 我们可以用 Display等于Table Sale 这样有什么好处呢 它可以设置它的一个 居中 就是数项居中的这个方式为Middle 这个呢 只有Table 这种方式才可以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就已经上去了 那我们右边是不是也要这样一个内容呢 当然是会有的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你就会考虑到右边这样一个内容 所以呢 我们可以 针对右边这一部分 又来写一个 IntroDoc 当然 它也有这样一个 宽度 既然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办法把它们提成一个公共的一个内容 那这个公共应该怎么去写呢 我们要为什么放在内部来做 这样子的话 能够避免很多一些冲突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叫什么呢 Core6 Table 这样 定义这样一个名字 我们可以把这样的一些通用的一些样式的话就可以搬到上面去了 比如说这个也算是通用的 好 既然我们搬上去了 那这个地方我们应该怎么写呢 Extend 要用我们的一个Extend这样一个指令 CoreNewCell 同样 这边也是一样的 好 看一下 这样子的话就已经基本上达到了我们最根本的一个效果了 好 接下来我们还能做什么呢 注意了 这个里面有个图片 这个图片的话 是这么大个 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没有这么大 你看它的圆 它为什么有这么大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的这样一个样式 既然大的话 我们肯定要从Whites和Height里面去入手 注意看 它这里有个Max Height Whites 100% 然后这个Height呢 我们看一下 Auto 所以呢我们应该把这样的一个样式呢 我们的工厂区 也就是我们的Image Max Wites Hight Hight Auto 好 这个呢就算是 变大 变大 大了 然后就看右边这一个 右边这个的话就是一个字体的一些设置了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设置成什么样子呢 FontSize FontSize 标准呢 是24 当然 我们还有LineHeight 当然 这儿我们就补射 所以36 颜色 699 怎么来的 这呢我已经记住了 这个它的颜色 好 好 699 这样子 当然 它这边和这边有一个间距 那这个间距我们应该走 我们也应该给它提供这样一个间距 间距的话就很好实现了 也就是我们的PandingLeft 给它个20 OK 当然 这样子的话 看起来就 非常像我们的这样一个页面了 好 这个呢 就是我们Body这一块的一个 第一个页面的一个设置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 第二个 第二个呢 叫什么呢 叫Guide 当然 我们这边的话也就建一个 我们为了先简单一点 我们先给它建完 除了Guide 我们还有什么呢 Community OK Community 还有什么呢 好 还有Labsus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一个最基本的 Install 看一下 叫Install OK 既然这边有了之后 当然我们这边也是同样需要做这样一个操作的Install 根据我们的一个顺序的话 应该是 Page Guide Community Labsus OK 这样的话我们重新跑一下 OK 注意了 这种情况是什么情况呢 有可能是哪儿出错了 导致 导致呢 导致呢 它这样一个错误 什么呢 找不到这样一个Labsus 我们看一下原因啊 Labsus 注意看 我们这个地方是sass 然后我们这个men里面写的什么呢 sass 具体是什么呢 sass 好 所以呢 是我们这个地方写错了 跑一下 跑一下 再来看 OK 没问题 好 后面的内容呢 我们就快速的来过一下 这个我们就不用理会它了 我们来看Install Install里面同样的规则 我们还是先把Install给加上 再来看页面里面的 Install的话 它是包含有一个大文字 然后加两段 OK 我们来模仿一下它的 这道大文字里面呢 是一个HL标签 所以呢 我们要正针对它来做处理 接着呢 下面是什么呢 NistAtmos下面的LI 那我们也可以在这样去写 它下面的LI 好 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需要做这个操作就好了 注意看 注意看它这两个呢是进行一个均分的 如果进行均分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include 宽度6 12等分每人6等分 好 再来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我们这边的一个效果是什么样的 当然HL大小 我们需要定制一下 HL颜色 注意看 Funt weight 还有它的一个大小 Funt size 好 看到 这个地方的话就需要写 Funt size Color Funt weight 这边的话 OK 还有哪些不一样 注意看 这里有个1和2 这里有个数字 然后这边两个图标 大小也不太一致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把它的这样一个大小 给进行一个处理 我们现在把它的这个1和2 跑到里面去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借助list style possession Mod呢 是outside 所以呢 我们可以改成inside 那这个时候的话 它就在内部去了 好 注意看 它已经进来了 另外的话 就是它的什么呢 大小 注意看 它这个大小是怎么来的 跟大小相关的是height 和这个whites 它的whites 它的whites算出来的 所以我们看这个height是怎么来的 or2 另外也是maxwhites和height 四层相识 比如我们的image maxwhites 看 也就大了 ok 那这样的话就达到了我们这边的这样一个效果了 还记得这个比较熟悉的这条是哪来的吗 看在这个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同样的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样一个image提成我们最基本的一些公共的一些内容呢 所以这儿呢 我们就可以加一个文件 加什么呢 page pagebase ok 它呢 它呢就是我们页面的一个公共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也就需要添加上我们的一个什么呢 base page base 这里面写什么呢 这里面写什么呢 很明显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样一个图片的这样一个类型给拖过来 当然由于它不是独立存在的 我们可以用这种方式 image 看一下 这样子的 ok 我们叫failimage 填充图片 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 这等于这样的一个效果 所以呢我们在其他地方就可以 直接使用这样一个名字 extend failimage 我们这个 instell里面也是同样的 extend failimage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 是不是就实现了这样一个效果了 看一下 看一下这儿有错 这儿可以看出来应该是这边没有 等号 等号 对 是的 没有等号 没有分割服 再来看一下 好没问题的 到时候我们要想改变的话 直接改一个地方就好了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下一个 none-s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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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ne-sus的话 规则也是比较类似的 配置base 那是啥子叫guide 所以说我们叫guide里面去做 针对这块论论的话 可以来先看一下这边的一个效果 作为guide的话里面的一些 比如说这些字体的颜色的 和a标签的这样一个标记的话 我们是可以优先去实现的 比如这个地方也是我们的一个a 那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现在这个里面来做一个 什么呢 同样也是我们公共的一些内容 这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body-a a标签 body里面的a标签 这个地方的话就会设计到一个什么呢 颜色 颜色是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color color 是什么 color不对 这个一样的 好 c69 然后hover的话 其实跟这个链接都是一样的 这些样式的话 其实都可以在最开始定义好的 比如说c69 然后 文本的一个修饰的话 肯定是没有的 当然 好 我 一个颜色 另外的话 有一个颜色 也有一个颜色 这个颜色哪儿来呢 我们就去这儿 好 直接看到了 这儿直接来复制 hover的颜色我们怎么看呢 稍微记得吧 通过这样一个hover 然后再来看它的一个颜色 ok 就这样 除了hover还有什么呢 fox fox 那这样的话我们这个 body里面的一个a 就已经控制数字好了 所以我们在这个guide里面的话 我们首先呢 要给它 把这个a 给定义好 之后呢 我们再来做其他的一些内容 比如说我们整个的一个对齐方式 这个地方呢 我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设置了 我们看一下这个instell里面的对齐方式的话 看起来应该是 let 所以我们先设一个 再来看它的这个左右等分是什么分的 这儿 叫content primary和content second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前面这个 比如说man和这个intro和这个 这个地方有什么区别呢 这个地方有什么区别呢 就是说我们这个content primary的话 它可能会在几个页面里面都会有 比如这个instell有 或者说我这个页面里面 它也可能会有这样一个内容 看一下 呃这个里面没有 那么lapsus里面可能会有 注意看是不是叫content primary和我们的content secondary 好 所以呢它这种做法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进行对它的一个两个组合器来进行控制 所以在这边呢我们就只需要来针对man来进行一些处理 然后把我们这个content primary呢就给它提取开 比如说我们可以在这个content primary上面设施我们的一些公共的一些大小 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设置在这边了 这种做法呢是能够减少我们的一个页面的一个复杂的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include 给它buffer content secondary content secondary OK 这样子一分的话 我们的这样一个 guide里面的这样一个 大小就 大概已经出来了 接着呢我们再来 进行它的里面的具体的一个 内容来编写 它这里面有一个什么呢 content 我们就不管它 之后呢是一个叫 man 看一下 另外两个叫什么 一个是 man块 另外两个叫 好这个 所以我们来 这两个来写钥匙 man里面有什么内容呢 还是得看一下 man里面的一个内容 man里面分为两块 一个叫 intro darksing 这个地方我们刚刚说了 要提到我们的公共里面去实现 还有这个body 本身的一个 这样一个 内容 所以我们先对body进行一个 编写 它的什么内容呢 主要是它一个公共的一个颜色呢 是我们写好的 699 然后呢就是它的这个 intro darksing intro darksing OK 这里面主要是什么呢 它的一个body size 好像是24 然后我们就是line height line height呢是8.5 所以呢 就给它算出来 36 我们注意看 这个地方和它的下面呢 是有一定的一个间距的 所以呢 我们可以看得出 它呢 是有一个间距是36 所以也要实现一下 这个间距是哪一层的一个间距呢 是判定 OK 当然 这样有一个bodyA 那这个是bodyA 我们可以在哪儿实现呢 我们可以直接在这个里面去实现 extend bodyA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边 也有提供成一个公共的 所以这边的一个代码的话 就更加的一个少了 看一下 我们这边的一个样子 是不是已经出来了 当然 我们的这一个 左右的一个概念 没有进行一个出来 注意看这儿 wide 205% 注意了 这个地方肯定在那儿 有问题 我们检查一下这个205%是从哪个地方来的 content wides 这样子 我们把这个位置换一个位置 因为它呢是属于我们 page base 所以呢我们可能换一个位置 看起来比较直观一点 注意了 page base 所以跑到这儿来 同时呢 我们也在这个 man里面去 把它也换一个位置 好 换到我们的头上来 好 这样看起来的话 就显得更好 当然 这个 200% 我们还得看一下是 哪个地方出现的 我们看哪个地方写的 我们先注定一个看一下 是这儿造成的原因吗 我们来开始 接着处理一下 这个地方有一个205 我们看它在哪个位置 注意了 那我们这边写的这个样式的话 它是直接就是这样一个生成出来 我们这边来进行一个搜索一下 这一个 secondary wides 百分之百 重新生成一次看一下 因为我们已经注视掉代码之后 它是不应该有这样一个内容的 看一下 现在的话 它就已经没有这样一个宽度了 但是我们这个second有没有宽度呢 看一下 看一下 OK 百分之三 所以现在呢正常的 这个呢是编译式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取下这样一个注视 OK 注意了 你看我们这个guide就直接就出来了 同时呢 我们这个 你看也比较像了 然后这边这个 注意了 你基本上出来这样一个效果了 当然我们这个整体的对齐方式 还有一些变化 还有一些不对的地方 所以呢 我们给它整体设置一个为lift 好 注意了 看这些的话 这样子的话就很快的就完成了 大部分的这样一个样式的一个编写 剩下的就是我们这一块内容 这块内容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要从这边开始看上来 它呢是我们这个 闷里面一个slides里面的一个内容 所以呢我们就要在这个闷里面去书写 它里面呢有一个什么呢 有一个h2 当然 这么大个肯定是字体的一个原因 我们就要给它复制一份出来 funt size funt weight 还有 我们的一个禁句 pending OK funt size funt weight funt weight 48 pending pending bottom 哦 刚刚也是24 这样子的话 它也就变大了 当然 我们的一个list style 也是需要控制的 所以呢我们可以针对公共的全部的这里来做处理 li里面都没有list style 再看这边为什么会跑到这边去了呢 跟ul有关 所以呢我们这边的ul也就没有pending left 所以看一下guide sass 这边 这个 好 最后剩下就是这个我们的这边有一个内容有一定有一个没处理好了 这里面没有填任何东西 基本效果就已经出来了 我们就不管它 所以呢我们在这里 再来实现 community 这里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 主要是我们下面这一个列表页 还有上面这样一个内容 我们注意看上面这个内容 这个内容呢叫什么呢 叫intro 这里面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些内容了 所以呢我们在里面进行一个填充就好了 怎么个填充法呢 我们看这边一个区别 在这边里面的话 这对内容是聚中的 然后它有一个宽度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宽度是多少 900 然后pendingbottom有个36 OK 记住了 颜色我们就不管了 然后我们的margin 既然要聚中的话 我们肯定要设置margin 这样一个东西 然后呢 宽度我们就用这样子去做 另外就是text line the center 看一下 是不是出来了 OK 比较香了 接下来就是我们这一块的一个东西 这块我们来看一下它是怎么一个内容 它是一个ul list columns OK 我们也来针对它来写这个样式 当然它里面的很明显 横排的话我们就是inline block 然后的话既然要横排 然后它们的大小是六点分的 OK 注意看一下 这边 好很明显 我们的这样一个基本的一个效果就出来了 注意看是不是很轻松 就把这些效果给出来了 如果要挨个写的话 这些东西都是相对 要每个每个去写的 这样子的话 注意看这个地方 当我们把整体的一个集中方式改变之后 我们需要把特定的一个页面的一个 集中方式进行一个调整 也就是我们要调回来 所以呢 这个地方 需要调整 为什么我这会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呢 是因为我们在写的时候 我们并没有按照它的这样一个顺序走 我们最开始要做的是 先提取公共的一些代码出来 然后呢 再来根据我们的一个需要 来进行一个调整 好 这个呢就是我们 这个 这一节课的一个内容 其他内容我们就下节课再见